那很多客户呢因为不习惯看文字 就是我们公司的网站其实写得很详细 但是大家很多人就觉得看那么多文字很麻烦 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一期视频 能够让新客户对于海运行李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那我们公司有两个运输行李的途径 一个是空运 一个是海运 那我们先讲讲一下海运 海运的运汇是第一 1到19公斤 首重15块每公斤 续重10块每公斤 那20公斤以上 1公斤是8块新币 没有同期回国的客户付加会是40新币每公斤 那这个运汇呢已经包含了海关税款国内快递会 那电器类呢要自己交税 税款等于货值的20% 没有同期回国的顾客 那体积重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寄一支笔 就寄一支笔这样的笔寄一支 那你寄放在一个很大的箱子里面 那这个连箱子连笔称重就1.5公斤 那其他客户寄同样的这么个箱子它有20公斤 那你说我们公司怎么刷肯定也是按照20公斤去刷 不是说按照这支笔你装在大箱子里面 大大的箱子刷1.5公斤 所以说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 那关于体积重的详细解释 大家可以去摆渡去搜索一下看 那海运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下 海运呢不能邮寄这个行李箱的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行李箱比较贵重 有这个纪念意义 而且对物品有很好的保护 一定要运回国 这个也是可以的 需要额外收费50块行币 那第二个呢 我们海运行李的时候 你如果超过40公斤一定要分类化 衣服归衣服化 热用品归热用品化 就是一定要分类化 不要有什么东西都落砸在一起 然后你装箱的时候 要记录你运了什么东西 这个记录表要画给我们的客户服务 那有两个类型的客户回国 是特别优惠的 一是在新加坡大公司 知名公司工作的 那现在呢 有很多建筑公司的老板 管理层回国 就属于这个范围 一般来说说 你在新加坡有哪一批 就算是专业人士的 那这些呢 回国呢 我们中国海关 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那第二个是新加坡公民 或其他国家的公民 到中国工作 这个呢 也是有很多优惠的 那这两个优惠呢 因为来说涉及到 涉及的客户人群比例不多 所以说我们在视频里面 就不做详细解释 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客户做个试聊 那关于海韵的细节 欢迎大家到我们公司的网站阅读 海韵经理是我们公司独立处理啊 从专箱一直到专柜 包括国内快递转换 都是我们公司自己也在完成 那具体的细节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网站去看 我们的网址是 3w.86of.com 也可以扫描一下 右下角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公司的网站 那细节的部分 也欢迎大家联络我们的客户服务 或者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会再做一期视频 给大家集中回答 比较常见的问题 谢谢大家